不管你信不信 未来呢 我国城镇一半以上的居民可能在以后都会遇到四个现实的问题 这四个问题呢 可能很多人还不清楚 那么今天呢 我就来具体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是哪四个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这还是关于房子方面来说起的 很多人就会反驳我 为什么你老是说房子呢 第一 我是做房产分析的 第二 房子确实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占的比重太大了 你想一想你的生活离得开住房吗 而且住房火了这么多年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房价问题 以及房子的价值问题 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老百姓的资产大部分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体现在房子上面 你可能呢挣的不多 你可能呢也没有多少层款 但是你的名下绝对有一到两套全款的房子 或者说正在还贷款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资产的体现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买房子 就是觉得房子能够带给自己安全感 那么未来呢 随着这个房产逻辑的变化 随着呢房产市场发生的变化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考虑 所以呢 有房子的人 你要呢尽早去做打算 有的房子是能留 还是呢要尽快的变现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房子的价值问题 你的房子价值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地段上 很多人不明白 说只要我拥有住房 那么未来呢我都是好的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一直在强调买房子就是买地段 有些人呢就是不听啊 跟着别人去买房子 把这个郊区的房子也买了 为什么郊区的房子新呢 但是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城市化率已经在暂缓了 那么我们的城市规模以及行程 就不会出现大拆大件 你所幻想的郊区未来变成市中心 这种想法很难去实现 所以你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 我的房子在未来几年 价值还能够是升值还是是贬值 这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考虑房子价值的问题呢 第一首先考虑的就是地段 第二呢就考虑周边的配套 第三就是呢楼层面积采光户型等等 如果你的房子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那么未来房子肯定会贬值的 不会像之前闭着眼睛买房就能够升值 为什么呢 因为房产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未来呢越来越多的房子会失去金融属性 只有呢地段好的配套好的户型好的面积合适的 是大众所需要的这样的房子呢 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体现价值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流通问题 流通问题其实呢就是交易的问题 现在房子是有价无市 有些二手房的房东呢 把房子挂出去半年多了 仍然呢没有人问价 有些人呢把房子挂的价格很高 总觉得自己的房子呢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呢想卖一个好价钱 结果呢无人问津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交易出了问题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楼市就三种人 第一呢就是刚需 第二就改善 第三呢就是炒房客 目前呢由于房住不炒 市场上最大的最拱火的一类群体 也就是炒房客已经离场了 包括之前所谓的炒房企业 还有呢以前有经济实力的家庭 都被称之为炒房客 现在呢全部离场了 大部分人持币观望 可是想要用我们的刚需 和这个改善型群体呢 撑起我们的楼市 又撑不起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政策限制 以及呢房价太高 首先我们说改善型的群体 他们没有房子 想买房子 但是呢现在的房价很高 即使呢掏空六个口袋 勉强凑了首付 房贷三十年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收入 每一年都非常好 那还有呢改善型的群体 想要去买房子 却发现任房又任贷 或者说限购限售 包括呢利率上付 包括首付上调等问题 这些问题呢 也是房产交易的一种难路虎 况且呢我们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拥有房产 其实房子买也行 不买也行 不是像之前 我们必须要买 所以呢在目前来看呢 我们的房子交易的这个频率呢 开始降低 交易的价值呢降低 那肯定的房屋的流通性就会变差 房子呢可能会进入一种横盘期 第三个方面呢 还是我们说到的房价问题 我想问大家 现在的房价到底虚不虚高 肯定很多人会回答虚高 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对比 就是把房价和自己的收入做对比 当然这个呢也是非常正确的 这叫房价收入比 目前呢全国来说 房价收入比低于一比十的很少很少 我这里指的不是县城和三四县城市 我这里指的是一二县城市 以及比较有潜力的二县城市 因为你去比较三四县城市的楼市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只有居住属性 没有金融属性 而且呢即使你能够像比如说东北的鹤港 那房价收入比很低很低啊 几万块钱就能够全款买一套房子 可是在这里住的人他没有发展空间呢 可能一时图新鲜买了这样的房子 不到一年的时间又会直接转让出去 对吧 我们不讨论这些没有金融属性的房子 我们来讲呢大部分人选择的这个一二县城市 比较有潜力的城市 那你发现房价收入比一比十很少 大部分的城市房价收入比都在一比二十一比三十 也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呢 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够买得起一套房子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房价是虚高的 虽然呢从2016年提出了房住不炒 我们在打击炒房 我们想要呢这个房价回归到理性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们还是那一句话 正是因为房子成为了老百姓的资产 所以房价上涨很容易 房价下跌很难很难 那如果呢房价持续下跌 最后就成为宁愿把牛奶倒掉 也不会分给穷人这样的一种局面 这显然呢也不是我们大家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目前的房价呢仍然是虚高的 想让房价呢回归到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呢 仍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也是呢房住不炒的核心 需要呢房地产稳定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资产的问题 刚才呢我们开头就讲过了 未来呢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资产呢 主要就集中在房子上面 房子成为了你的资产 那什么是房子的价值呢 也就是房子的金融属性 想一想很多人为什么喜欢买房子 不就是看中了房子的成本比较低吗 你想一想当你买了一个房子 如果呢我拿了首付 我每个月要还贷款 我可以选择把房子租出去 让租户来帮我还贷款 并且所产生的水电物业费 可以呢由这个租户来交 那即使呢你这套房子自住或者说空着 我每个月还着贷款 而我们的成本除了这个房贷以外 就只剩下水电物业费 但是当你房子不住的时候呢 这些费用可以几乎是忽略不计的 那你想想房子还有什么成本 在过去呢房产逻辑没有变之前 很多人买了房子过几个月 这个房子呢就涨价了 那我们就赚到了一笔 那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炒股 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买期货 一是呢不具备相关的这个金融知识 另外一方面呢怕有风险怕自己呢亏本 那买房子就不一样 很多人想的就是呢 我即使这个房子以后不涨价 即使这个房子慢慢的降价了 那最起码我还有一套可以住的地方 也就是说房子除了金融属性 还有居住属性 所以呢很多人去买这样的房子 并且呢很多人买了房子还可以应急 比如说自己要做生意 对吧没有钱 可以呢把房子进行二次抵押 或者说呢你是全款的房子 直接可以呢抵押到银行 然后呢获取资金 然后呢做自己的生意 实现自己的梦想等等等等 但是未来我们要考虑的是 就像我们结合第一条来讲 我们的房子价值如果没有了 那你的资产呢就变成了你的负资产 以前很多人买房子 是因为房子不断的涨价 不断的增值 那房子呢就是我最大的一个资产 我肯定要去保护它维护它 但是现在我们房产的逻辑变了 如果你的位置或者各方面选的不好的话 包括现在这个房产大环境的趋势下 你的房子变成了你的负资产 那么未来这些房子你还要吗 况且呢未来这个房地产税 可能会全面的征收 那你想一想 当你的持房成本每一年都在增加的时候 你这个资产还会选择要还是抛售呢 这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